所以呢,如果你是溫室的 像這個是溫室的 我們會希望大概可以做到35公分 為什麼溫室可以做比較長? 因為溫室的光照是原來的70% 這個你們知道嗎? 也就是說,當你上面有一個塑膠布的情況下 你裡面的光照會是外面的光照的7折到8折 這是第一個你們要注意的 所以萬一你們有種溫室的 第一個,一定要把葉子再拉長一點點 可是也不是拉到40公分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希望大概是35公分左右 那如果你是種露煙的 我們就會希望你控制在30公分左右 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們的肥料下去的情況下 第二個,我們會看到的第二個就是 葉片跟葉片之間的距離大概是7公分 大概是我們的V字形之後縮回來的1 2 所以大概7公分 這個就表示我們的葉片沒有土長 你懂嗎? 就是我們的植株是長得很好的情況下 它才會 所以我常去田裡面我常常看到的是 很多人的小番茄下面的葉子超級大 然後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那如果你是供應比較正確的兩份的情況下 下面的葉子是30公分 上面的葉子還是30公分 所以這個就是小番茄最困難的一個點 這個點如果可以達到的話 你可以從10月 我們基本上小番茄種下去之後 80天可以採收 這個大家可以去注意 所以我剛剛還沒有講完的是 我們的小番茄呢 它有幾個生長的週期 請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第一個呢 也就是說我們的小番茄種下去的情況下 好 這個是我們的番茄的栽培力 目前來講呢 我們的番茄種苗場它會破爪 它是破爪 破爪完之後呢 如果你是10升秒 所謂的10升秒 就是不是嫁接秒的情況下 它拿到你的手上的情況下 它需要20天 可是如果是嫁接秒的情況下 它20天乘秒之後 它還要下去做嫁接 嫁接之後 再給大家的情況下呢 通常已經是40天以後的事情了 所以呢 40天的情況下 40天的時候 我們現在會下去定值 定值完之後呢 大概是20到25天的時候 它就會開花 開花完之後呢 2到3天 它就決定有沒有著果了 在座如果大家有去種小番茄的 怎麼看有沒有著果 有幾個指標 第一個 你就看那個花 也就是說 它這個花的這個二頭的地方 有沒有黃掉 如果沒有黃掉 它才有機會 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們會伸出我們的大拇指 跟我們的食指 然後呢 去壓 假如你壓的情況下 我們那個它有膨脹 表示是什麼 表示它就是有受粉成功 知道嗎 因為很多的大哥大姐 他都會問我這個問題 書先生書先生 我要怎麼看小番茄 有沒有受粉成功 很簡單 你就用你的拇指加食指下去壓 好 那所以的話呢 在比較專業的名詞 在開花之前呢 我們會叫做營養生長期 這個大家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呢 我們基本上呢 我們有第一個是營養生長期 然後營養生長期之後呢 它會進入我們的開花結果期 那所以的話呢 我們的植物 在所有的植物裡 不管種什麼 只要會開花結果的 它一定要有營養生長期 營養生長期又分為營養生長初期 營養生長中後期 接下來它會進入我們的開花期 那開花期呢 它又有另外一個名稱 它叫做生殖生長 這個請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以小番茄比較困難的是 我們在長 果實的情況下 同時它也在怎樣 它也在長葉子 所以呢 在小番茄在開花完之後 它是營養生長 跟生殖生長 兩個是同時並行的 所以既然它同時並行 你要讓它的葉子 維持在30公分 你的果實才會慢慢的長大 慢慢的轉色 聽得懂嗎 所以這個請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那種果完之後呢 它的果實膨大 的情況下 大概要15到25天 所以現在來講 大概是20天到25天 25天完之後 它大概就會轉色 轉色完之後就可以採收 所以一整個週期 從開始種到轉色的情況下 它歷經了大概會有80天 所以呢 如果在座的小孩子 或是孫子 他想要過年前 吃到小番茄 最晚最晚 現在一定要種下去 因為你現在種下去 你11月15號種 12月15 12月15 1月15 2月15 也就是說你現在種下去 剛好什麼時候可以採收 過年可以採收 所以這個大家都是可以算出來的 大家都是可以算出來的 那所以的話呢 在這一個生長的週期來講 生長的週期來講 最重要其實我們會建議大家 第一個 葉片最好是控制在30公分左右 所以如果說你給它的肥料 有基質肥料給下去之後 它葉子已經變成35公分40公分了 表示你給的肥料怎樣 太多了 所以我就會請大家下一次的情況下 你可以把你的肥料減少 不然就給一點點甲肥 給一點甲肥 因為我們的甲肥 它會去 甲肥給比較多的時候 它會去抑制我們淡肥的吸收 所以這個請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好 那比較常遇到的幾個東西 給大家去做參考 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所以的話呢 第一個 在種苗準備的情況下 7到10天的情況下 所以如果比較專業的農民 它破種後 這句話比較困難 就是它破種後的情況下 它大概25天到30天 它會開始進入花芽分化 也就是說通常 你們拿到苗的時候 它只剩下10天 它花芽就已經開始分化了 所以這句話代表的就是 初期的臨肥一定要夠 也就是說我們的積肥 我們的基礎肥裡面 我們的基礎肥裡面呢 我們會請大家一定要補幾個東西 這是積肥 積肥聽得懂嗎 也就是說打底的那個肥料 第一個三藥素 那三藥素就是蛋鈴甲三藥素的情況下 你一定要有 請大家一定要有磷肥 一定要有磷肥 那磷肥的來源 如果是化學肥料的話 就是過磷酸幹 老師你們有在用化學肥料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只能用有機質肥料 那有機質肥料的情況下 我會請大家去選 蛋鈴甲三藥素裡面 鈴跟甲比較高等 鈴跟甲兩個是比較高等 我們的肥料有外包裝 我們的肥料有外面的包裝 就像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我沒有放有機質肥料的包裝 所以我們的肥料裡面 像這個是化學肥料 所以它外面一定有三個數字 對不對 有機質肥料 有機質肥料 外面也有三個數字 也有三個數字 請大家去選 它的有機質 就是它的包裝是比較 然後這個 這個才是有機質肥料 這是你們可以用的 那基本上呢 它不管它就是類似這種包裝 外面它一定有蛋鈴甲三藥素的 請大家如果要做小番茄的 你要選的 是第一蛋 這是蛋素 我們會希望你的三藥素的蛋素 所選擇的是蛋 落在一到兩%之間的 不要選太高的有機質肥料的蛋素 因為有機質肥料 廠商為了 廠商啦 廠商為了要把它的產品的價值提高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的有機質肥料 很多的蛋都很高 有一些蛋它甚至會到三%或是五%以上 所以的話呢 如果你是做小番茄的基底肥 不要選高蛋的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你的蛋選一到兩%的 零甲如果可以 零甲如果可以 零跟甲 我們都會建議 是兩%以上的 所以第一個 我們的三藥素 裡面呢 如果你們用有機質肥料的 就是你用有機質肥料的 我們會選擇你的蛋 只有一到兩%的 零 兩%以上 甲也是兩%以上的 這個東西為基底肥的情況下 你會 你的植物看得太多 胖長 胖長聽得懂嗎 就是蛋肥會很高 零甲會不夠 所以這個是你們一定要知道的 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們會建議大家 我們會建議大家一定要吃苦土實灰 也就是我們的美蓋肥 那美蓋肥來講的話 美蓋肥來講的話 一分地就是二十到四十公斤 那所以的話呢 假如各位的田區 假如你們種小塊錢 只是種一小塊 就是有點像這三個桌子的大小 就是這個桌子的大小而已 如果只種這樣子 只需要我們吃豆花的碗 兩碗就好了 聽得懂嗎 冷化個餓 所以兩碗就全部一起撒吃 兩碗就夠了 第三個 我們會請大家 要去補一個棚 棚沙 棚酸你們可以用嗎 有在用是不是 好 那棚沙是顆粒狀的 對不對 顆粒狀的來講的話 我們會建議一分地 只有一到兩公斤 很少喔 一分地只有一到兩公斤 所以你看喔 它是苦土實灰的二十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們只是做這一塊地的大小 這三個桌子的大小的情況下 麻煩用手 用手 一碗就好了 一碗 基本上就夠了 所以如果你們 你們如果像這個東西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團購 因為它的量真的不多 因為每一個人 大概買來之後 只需要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 就好了 所以不要為了那一點點 然後去買一整包 來放一年 知道我的意思嗎 齁 所以的話呢 基本上在基礎肥料的情況下 我們會希望你一定要選擇 低蛋高磷獎的肥料 第二個來講的話 選擇苦土實灰 然後第三個 還要加一個紅沙 因為植物也就是我們的番茄 它對於我們的磷 初期開花很重要 它對於鈣 就是我剛剛講的靠腐病 很重要 第三個 銅這個東西 對開花也很重要 所以請大家可以去做這個東西 好 那有的人問我說 那我的番茄種起來不甜 怎麼辦 我會建議你們如果是種自然農法的 可以去買一個東西叫棕鋁灰 有沒有聽過 有 哦 棕鋁灰就是你們可以用的東西 那棕鋁灰 基本上量也不能用太多 因為它是鹼性的東西 知道我的意思嗎 哦 所以的話 棕鋁灰來講的話 哦 一分地 哦 一分地 如果棕鋁灰 可以使用的量 哦 它基本上咧 哦 就是跟我們的古土實灰 的使用量是一樣的 就是二十 到四十公斤的量 所以換句話說 假如說 你的小番茄不甜 你想要讓它甜 很簡單 就是這一個桌子的大小 只需要兩個吃豆花的碗 放在植株 離植株 請要離二十公分 知道意思嗎 哦 就是離植株 哦 不要太近 哦 離植株 哦 大概要有二十公分左右 哦 大概要有二十公分左右 哦 可是呢 你要用這個棕鋁灰之前 麻煩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的葉子要多大 三十公分 如果你的葉子已經做到四十公分了 你用棕鋁灰有沒有要 沒有用 因為它本身它的土壤裡面的蛋肥 已經怎樣 太高了 所以你沒辦法 可是你如果葉片已經只有三十公分 的情況下 你放棕鋁灰下去 有沒有用 就有效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哦 所以的話 肥料在用有它的鮮卷的條件哦 也就是說你要先 控制我們的植株的葉片大概是三十公分左右 哦 然後再上去用棕鋁灰才是有效的 哦 那所以的話呢 哦 在初期來講 哦 初期來講 我們會希望 最重要的 哦 它基本上呢 哦 我們的花 你去看哦 很簡單的是 我們的每 我們每一朵花 每十天 開一朵花 哦 大家可以去觀察看看 也就是說 當你十月一號種 哦 假設你是十月一號種 的情況下 十月二十五開始開花 哦 這是開第一朵花 哦 這是開我們的第一朵花 哦 接下來 我們的十一月五號 哦 他會開第二朵花 哦 他會開第二朵花 哦 十一月十五號咧 哦 十一月二十五號 他就會開第三朵花 然後他就會開第四朵花 哦 那 如果比較專業的農民 哦 基本上 我們會請他在持第十 或第十一朵花的時候 就把他的 他的牙怎樣 摘掉 因為 你花月上面的情況下 你如果沒有把它摘掉 你上面的花 基本上就不太會結果 哦 他會一直走 底牙優勢 所以我們會希望 如果你比較好管理的 在第十朵花 或第十一朵花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上面的牙摘掉 上面的牙摘掉 我們的下面的番茄 跟上面的番茄 的果實就會全部都怎樣 長一樣大 那你如果沒有摘掉上面的番茄的果實 它就會變得比較小顆 知道嗎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在第十朵花 哦 那 流之慢 流之慢 的情況下 通常我們在流之慢 比較專業的 我們都是流兩慢 哦 流兩慢 哦 那這個東西呢 哦 可能要請大家 可以去注意一下 哦 哦 一定哦 就像是這樣子 哦 小果番茄種下去之後 它會開始長 對不對 它會開始長的情況下 哦 你會看到 哦 你會看到 哦 它會開始下面有分叉 哦 的枝條 哦 理路上 在比較專業的農民來講 我們會 第一個 種植後 三十天 開始整隻 就是說我們種完之後 你去看 剛種下去的小番茄 前十五分鐘 哦 就是大概是前十五 前十五分鐘 前十五天 前十五天 它都不會動 它還長什麼 還長它的根 哦 那 我們會建議 種下去的情況下 至少要三十天 才開始做整隻的動作 那整隻的動作 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會希望大家 三十天到的時候 整隻的情況下 把下面的牙都怎樣 都把它去掉 哦 三十天的時候 再來去下面的牙 哦 那如果真的 你的營業粉絲的密度很高 你就要二十五天就要做了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密度不高的情況下 留到第三十天 才開始做 好 接下來第二個來講的話 哦 我們的小果番茄來講的話 哦 它會從這裡先開第一朵花 哦 它會從這裡先開第一朵花 哦 那第一朵花的情況下 哦 它下面這裡 它一定會有一個分支 哦 它一定會有一個分支 這個第一分支 哦 我們稱為花的下面的第一分支 哦 這個一定要留 一定要留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它一定要留 因為它是所有小番茄裡面的蜘蛛 最怎樣 最強壯的 它才有辦法去生產 那如果說你是從溫室的月女 通常大家就會留主蜘 也就是說 這個是它的媽媽 也就是說 這是它的主蜘 它會留它的媽媽上去之後 然後一直把它的側芽都弄掉 然後第二個 留第一分支上去 然後把側芽都弄掉 只留下花跟果實 然後留兩蜘上去 好 那如果你是從露天的 我們會建議 我們會建議 它會繼續長 繼續長的情況下 它這邊 是不是又會開第二朵花 對不對 第二朵花底下的這個分支呢 也是怎樣 也是柳 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是我們的第二分支 那所以說第一分支在這邊 第二分支在這邊 所以換句話說 第一分支 如果說你是露天的 你就可以留第一分支 還有第二分支 所以我們的小果蜘 所以我們的小果蜘 在整支最重要的 就是下面的支條 要在三十天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弄掉 第二個來講的話 第一分支 第一分支 還有第二分支 一定要留 因為這個關乎到 你如果整得越漂亮 你的病害 蟲害 就會怎樣 就會越少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建議大家 一定要去做整支的動作 所以的話呢 有的人他會從下面留 可是下面留出來的支條 你會看 它最後就會越來越細 越來越細 因為你要先把這個主幹先顧好 顧好之後才能去留 才能去留這個分支的位置 所以呢 小五小蜘蜘來講的話 基本上 它要漲到第二分支的情況下 大概種下去大概四十天 四十天之後 它才有辦法漲到第二分支 就是請大家要去注意的地方 對不起 請問一下 如果露天留兩個分支 加母支 等於三支 也可以喔 對就是三支 有的人會留到四支 可是我們會希望大家 支幹跟支幹的距離 如果你是手手 手手就是你是老手了 十五公分 十五公分 就是幾個 可是 如果你 如果你對於小蜘蜘不是這麼熟悉的 我們會建議 支條跟支條之間 留二十公分 或是二十五公分 所以像美農的陳蜜蝦 他們是九十公分 重一株 九十公分 重一株的情況下 留三支 所以它支條跟支條 都是幾公分 都是三十公分 這個對大家來講是最好管理的 可是專業的農民 他為了要產量 所以他會只留二十到二十公分 所以這個要看大家 那當然呢 你的葉子如果控制在三十公分左右 其實二十到二十公分 出來會最剛好 那如果你是三十公分的情況下 你就會覺得它很浪 就是支條跟支條是比較浪的 不過呢 如果你們覺得說你們不想要收這麼多 可是果實要大顆一點 我們就會留三十公分 三十公分 三十公分 這對大家來講是最好的 好 那 大家有沒有中過大番茄 有對不對 那大番茄 基本上我們都只會留主幹一支上去 或是留一主幹一分支 大番茄基本上就不會留第二分支了 我們大番茄只會留主幹一支上去 不然的話就是留第一分支上去 也就是雙幹整支 那我們的牛番茄在留的話 我們一開始會留比較多顆 所以的話呢 牛番茄來講的話 它還有一個口訣 它叫做四四四三三三 流果法 有沒有聽過 基本上呢 我們的大番茄來講的話 基本上就是種下去的第一朵花 第一朵花我們會留四顆 第二朵花也會留四顆 第三朵花也會留四顆 可是到了第四朵花的情況下 第五朵花或第六朵花的情況下 它就會留幾顆 就會留三顆 好那第七朵花會留幾顆 兩顆 對 聰明 所以班長真的是有Sense 它就是四四四三三三二二二 這是第一種牛番茄的牛果法 所以牛番茄太多 要不要打掉 要 要打成只有三顆或四顆 還有牛番茄的第二種整支法 它叫做四三整支法 四三四三四三二二二 差別在哪裡 先留四顆 再留幾顆 三顆 再留四顆 再留三顆 沒錯 所以至於你要怎麼留 要看什麼 要看蜘蛛式 所以像牛番茄 我們就會建議葉子可以做到四十公分 因為它的果子怎樣 比較大顆 比較大顆 所以你可以做到四十公分 這個是請大家可以去參考用的 好 那番茄來講 為什麼請大家一定要比較晚重 因為太早重 你會看到你的第一花絮 全部都怎樣 掉光 掉光 因為番茄它的灼果 有溫度的限制 在這邊 我們的番茄呢 如果它高於三十二度C以上 它是不太會灼果的 所以當你的夜溫低於二十五度C 它就會怎樣 它就會自然灼果 所以我們會建議大家 如果以後要種番茄 最好 以前是九月十五號可以種 可是現在請大家要晚一個月 十月十五號才開始種小番茄 因為十月十五號開始種的時候 十月十五號種 二十五天後開始開花 所以就是幾月幾號 是不是就是十一月五號的 十一月十號的時候 十一月十號是不是就是現在 你看最近小番茄一定 它只要有開花 它就會怎樣 它就會投果了 它就會投果了 所以這個請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一定要去注意 好 所以的話呢 有一些東西請大家可以去注意看看 所以的話呢 這邊有寫到 我們如果像單茲的 這邊有寫到第一個 我們會以單層枕枝 那如果老手的話 枝條跟枝條就是十五公分 新手的話大概就是二十到四十公分左右 好 那另外一個技術呢 我們還有一個 番茄來講 它還有一個技術叫轉花 有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對不對 這個比較困難 以後你們去參觀 你們去參觀人家的番茄園 我相信 在座的大哥大姐的朋友 或是親戚 一定有人在種專業的番茄 你有發現它的花 全部都長在外面嗎 有發現對不對 自然界沒有那麼好的事情 自然界它一定要人為控制 它才有辦法 把它怎樣 把花 玩怎樣 往外 所以呢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最好如果要轉花 聽清楚喔 早上比下午好 因為早上的枝條比較怎樣 比較軟喔 下午的枝條比較硬喔 第二個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很重要 只能用拇指跟食指去轉中枝條 喔 所以這個技術比較高 喔 所以拇指跟食指轉中枝條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讓你的花 往下 你只要讓你的花往下 或是往上 喔 或是往外 基本上 它到時候 結果的時候 它就會怎樣 它就會往外勤了 聽懂我的意思嗎 喔 所以自然界 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第一朵花 只要有往外轉 之後呢 花就會怎樣 全部都會往外轉 喔 所以 這個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技術喔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的花 基本上 我們都會讓它在外圍 比較好採收的走道上面 喔 這個叫我們的轉花的技術 所以小番茄其實它 很好做 可是它的技術門檻高不高 高 它裡面有很多 雜七雜八的東西 給大家去做參考 好 好 那所以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都會建議大家 就是開到第十朵花的時候 就把它摘新掉 喔 那一串果實 如果 專業的農民 他們還會去輸 輸到它只剩下二十五顆 因為每一顆 就會長得怎樣 就會長得一樣大顆 知道我的意思嗎 喔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試試看 喔 大家也可以去試試看 喔 所以呢 喔 第一個來講的話 喔 在小果番茄來講的話 在二十到二十五天 的情況下 喔 我們會成為 就是 育苗完之後 這一邊這個是 種下去的時間點 它大概二十五天之前 它有營養生長 喔 我們會建議大家 請大家 嫁接的情況下 初期一定要看 它 一定要看它的 癒合度 好不好 喔 那這個東西 我沒辦法跟你講 因為這個東西 只能你今年種下去之後 如果它真的 長得 癒合不好 明年就不要去跟它 買這個苗了 喔 因為現在很多人去種育苗 所以的話 你知道 你現在要種育苗 你什麼時候要訂苗嗎 專業的農民什麼時候要訂苗 你知道嗎 喔 它基本上 它 前一年採收完的 一月二月 它就要去跟苗長講說 它要幾千顆了 所以 如果你們是臨散的 是沒關係 可是 請大家 拿苗的時候 不要超過二十五公分 二十五公分 表示什麼 表示你的植株就是土長 很嚴重 盡量是控制在二十五公分以內 這個請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它跟我們顧小孩子一樣 小孩子越小越健康 越後面越怎樣 越好顧 所以的話 請大家不要去拿一個苗 拿那個苗這麼長 然後跟大家講說 喔 我這個苗我長得很好 我們會建議大家拿個苗 大概就是二十五公分最好 好 二十五公分晚之後的初期 種下去 一定要做開根 所謂的開根呢 你可以去灌一些菌 或是灌一些 胺基酸的東西 你們自己做的液肥裡面有胺基酸 有聽過胺基酸嗎 有 胺基酸可以灌 讓它的植株的根會長得比較好 然後另外一個 你的第一朵花如果可以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摘掉 可是現在種的要不要摘 不用 現在種的表示你的植株夠壯了 可是你如果十月十五號之前種的 九月十五號種的 我們就會選擇性的 把比較壯的留下來 比較不壯的第一朵花 我們就會把它摘掉了 那所以的話呢 最重要的 葉片的形態就是我講的 它的長度 整葉的羽狀的長度 大概三十公分是最剛好 這是第一個 葉片跟葉片之間 盡量是維持七到十公分 葉片 一個葉片長出來 一個葉片 好 如果超過十公分了 你可能就要用一點點假肥 塗冷是一點中鋁灰 或是買一些比較高甲的液態肥料去做灌注 不要再讓它塗漲了 然後最重要的第三個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會看葉片的顏色 葉片的顏色 我們會希望它的葉片是呈現青綠色 青綠色 青綠色這個東西比較難解釋 所以你們自己去看看 葉子的顏色就是有點像是綠色 可是它是偏比較藍綠色的顏色 這個顏色來講的話 表示它的甲肥是比較充足的 它才會呈現這個顏色 好 最後一個我們會看到這個植株 的葉片的形態 的最後面一個 是我們的葉片 這個尾巴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它會往哪邊捲 它會往內捲 所以我們會看到最好的葉片的形態 就是30公分 接下來葉子呈青綠色完之後 最後一個葉子它要怎樣 往內捲 表示你的甲肥才是怎樣 才是足夠的 你的小番茄做出來的鐵度 就會比較高 這個東西可以請大家去判斷看看 可以去看嗎 判斷說我的作物的形態是不是走這樣子 所以請大家葉片的最後一片葉 一定要往裡面稍微捲一下 好 那如果我真的 我已經開始採收了 這一光下 我們會希望 你的蛋肥 要退的比較少 果實才會比較甜 所以為什麼我們才會說 你的葉片不要太大 因為你的葉片越大 表示你的初期 投入的蛋肥越多 它最後吸收 就會吸收不完 它就會殘留在土壤裡面 所以你的甜度要做 就會比較不好做 就會比較不好做 所以的話呢 這個要請大家去看看 那比較專業的農民 其實我都會請大家試吃 自己吃自己做的番茄 甜度跟品質到哪裡 才能去做調整的動作 所以番茄來講的話 把這個栽培管理 最重要的 其實你要會去判斷植株式 植株式如果長得比較好 相對的 相對的 我們的植株就會長得比較健康 好 那所以的話呢 請大家要去注意的是 這樣子的東西 那所以 其實很多人都會看到說 我的番茄要怎樣才會甜 葉片的大小 它其實它已經決定你的番茄 甜不甜 這個請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一定要去注意 好 好 種到二月三月的時候 或是甚至你們現在在市面上 你們可以去全年看看 全年買的番茄 或是好吃多的番茄 它上面 它都會這樣子 黃色的 有沒有看見 有 喔 那個就是因為太熱了 我們的番茄 轉色會轉色不良 喔 所以的話 它是典型的熱障礙 這個東西 有沒有辦法改善 沒辦法 天氣熱 它自然 因為你看到我們的番茄中 到二三月 基本上 它跟 它的植株 從十一月到二三月 它已經從青壯年 進入成年了 開始賣入什麼 老年了 老年了 所以的話呢 你吃什麼 其實補充都有限 補充都有限 所以的話呢 這個是典型的熱障礙 第二個來講的話 要請大家要去注意的 現在如果你們種的是架接苗 要怎麼看它架接長的 好不好 你只要看 你只要上面的不定根 有沒有看到 一點一點的 這個東西呢 我們叫做不定根 有沒有看到 就是不定根三個字 不定根上面三個字 就是它的表示的方式 就是因為它的底下的根 長得好不好 不好 它才會在上面長不定根 那不定根有幾個 所以比較麻煩的是 萬一你們有長這種 不定根的情況下 要注意的是 第一個 你的筋部 不能誤到一配木 因為你的筋部 如果跟你的一內木 放在一起的情況下 晚上的 是不是有露水 所以你的銀黑部上面 就會有露水 它就會去長不定根 所以的話我們的筋部 我們不希望它長不定根的情況下 我們會希望你一開始的實況下 你的筋部一定要往上 所以通常我們在整支的情況下 我們這邊是我們的筋部來講的話 我們會希望你在整支的情況下的第一條線 第一條線至少要離你的底部大概要三十公分左右 三十太高了 二十公分左右 至少至少你的筋部要上我們的網子之前 你下面的最下面那一條線大概要是二十公分 不要讓它直接貼在我們的銀黑屋下面 因為它就會開始長這個不定根 所以它其實就是濕度高也會長不定根 底部的根長不好它也會長不定根 所以這個東西請大家要去注意看看 好那所以的話呢 嫁接的東西就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它這個親和性如果不好 親和性不好它也會去長不定根 那親和性好不好就像我剛剛說的一樣 它沒辦法當次當下就判斷 一定要你自己種完之後 它才可以去判斷它到底有沒有長不定根 這要請大家去注意 一定要請大家去注意 好有沒有看過這個 你們應該不會看到 有沒有看過 那這個是什麼 不是囂張 它不是囂張 它是什麼 它是噴到草藥 所以我說你們不會發生 因為你們是自然農法 不會用到草藥這個東西 所以的話你們如果去人家的田裡面 看到 我們都叫這叫田頭蒙 有沒有聽到 像不像 叫田頭蒙 就是我們的媽媽愛漂亮 所以她就會去把它捲 去把它燙個捲捲的 所以有沒有像它爆炸頭 這樣子全部都捲在一起 那這個會不會恢復 會恢復 它只要灌水正常照顧 它就會慢慢的展開 可是不好意思 你有一個花絮到兩個花絮 的花會怎樣 就會掉掉 因為它沒有葉子可以展開 所以這個 跟這個 小小的 這個都是噴到 燒到草藥 那這個東西其實 你們應該是不太會遇到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熱障案 就是我講的 燒到 所以的話 其實 越早中 越容易發生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越晚中 越不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所以的話 這個請大家也可以去注意看看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典型的 就是到達 植株的情況下 到達我們的頂端的時候 它會 冷 它中午會睡午覺 然後早上就會怎樣 下午的話就會恢復 這個呢 是因為它的根 長的速度 來不及 我們上面 番茄、蜘蛛、葉片 長的速度 也就是說它的根 怎樣 太少了 所以你去把它的 反部掀開 裡面 理論上它如果長這麼高 它下面這些都要有怎樣 都要有虛白根 聽清楚 虛白根 就是一定要有白色 即使你長那麼高 裡面的根是核色的 有沒有效 沒有效 大家都有經驗 一定要白根 才長得出來 好 那這個也是 那這個來講的話 就是初期的 假肥壓太重了 可是你們自然農馬 絕對不可能 沒有發生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就是 初期的假肥 淋肥 它已經噴太重 所以導致它的心牙 沒辦法展開 它就會這樣子 瘦瘦 就會這樣子瘦瘦 因為專業的農民 它很怕 它的甜度不好做 所以它在早期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給它 瘦瘦瘦 它早期就會給它 瘦瘦瘦 然後可是它因為 給的太重的瘦瘦瘦 它才會變成是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的瘦瘦 瘦瘦的意思就是 我們的每一個花絮上面 都會有一顆小小的 可是它會不會長大 不會長大 所以為什麼專業的農民 他會把一個花絮 弄成25顆為上限 是因為我們的花如果長很多 最後它只會給你幾顆 它只會留20到25顆 剩下的都是怎樣 都是竹啊 都沒有效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的話 比較專業的農民 他還會把我們的花 撿到25顆 所以常常在裡面的東西 它就會這邊都沒有來花 所以的話呢 番茄的人生 它一顆它要生多少 它是註定好的 所以你可以看喔 它如果下面這個番茄 它生了40顆 第二串番茄 它只會剩5顆 知道我的意思嗎 它如果第一串的番茄 它生了25顆 第二串番茄 它就會生20顆給你 所以的話呢 有時候我們會希望農民 每一串都長一樣多 因為這樣子你就可以一直採摘 一直採摘 所以你去看 如果各位大哥大姐 如果你們有天 有朋友在種番茄的 夏威延如果開很多的 不會所有的 果實都會起來 它只會來20到25顆給你 剩下的它還是會回歸它的自然的法則 因為它要保護果豬 它就會生長 最後一個東西來講的話 是這個 就是夏威葉會黃化 這個就是我們植株開始怎樣 老化的症狀 這個沒辦法 通常會這樣的情況下 在如果早期的情況下 你們要注意的 就是有一個東西叫做晚疫病 如果早期夏威延會黃化 如果濕度高 你們一定要注意兩個病害 一個是晚疫病 一個是可細菌性斑點病 早期的番茄這兩個病害 它有一個早疫病 一定要防治 老師你們銅劑可以用嗎 可以 如果是銅劑可以用的話 細菌性斑點病 用銅劑 因為它是細菌性的 它就可以防治的下來 那波爾多益 基本上它對於晚疫病 就會有比較有效 因為一個是真菌的 一個是細菌的 所以兩個東西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細菌斑點病 我們會建議用的是銅劑 用的是銅劑 那晚疫病來講的話 只能用的就是波爾多益 因為它要防的 它要防的是真菌性的東西 它才有辦法去做防治的效果 所以兩個是不太一樣 那現在是晚疫病比較容易耗發的 我們俗稱黑棍 有沒有聽過 就是在那個金布上面 會有黑色的斑點 一個斑一個斑一個斑 這個叫做形成的我們的黑棍 那細菌斑點病呢 通常都會在葉子上面 所以有時候老化的情況下 它伴隨的會有一點點病害在裡面 所以當然是不希望大家 葉片顧到這樣子 那所以的話 基本上葉片如果顧到這樣的話 你下面的甜度也會不會這麼高 因為它已經沒有葉子可以行怎樣 光合作用的 嘿 老師請問 是 細菌性那個斑點 對 只用銅劑一種嗎 欸 銅劑可以用 可是 另外一個是 煉莓術的東西 你們可以用嗎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老師 是 那個 銅劑只有銅劑一個 銅 要不要加什麼那個煉莓 不用 假如沒有下雨 不用加連濁劑 可是如果有下雨 就要加連濁劑 斬濁劑 對不對 你問的是斬濁劑嗎 欸 如果說沒有下雨 不用加斬濁劑 可是如果有下雨 我們就會建議要加斬濁劑 對 所以的話 你只要噴上去 它只要覆蓋的面積夠多 基本上 你的 那個 我們在噴尿的時候 你不能噴到那個 那個水滴會一直滴下來 這個是不對的 是 你的噴管上面的 噴的霧氣 它是霧氣整個去覆蓋 你的葉片上面 它才有效 所以這個要請大家要去注意 所以的話 沒有下雨 不用加斬濁劑 只要霧氣 噴霧的霧化效果 比較好 基本上 它就有它的效果 可是比較重要的是 就是 你如果發現了 噴完之後 三五天後 絕對要再怎樣 再噴第二次 不要我說一次 我就有辦法把它壓制下來 這個絕對要去注意的 那 同 晚疫病也是一樣 晚疫病 很可怕的一點是 你今天如果發現 你今天沒有噴藥 兩天後 你就全部都會中兩個 全部 兩天 那只有兩天 因為現在是露水比較重的時候 所以大家可以去觀察看看